大家好,我是泡泡 电视里的宫廷戏我们都很爱看 但是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古代的皇帝都是让太监来伺候 他们为什么不让宫女来伺候自己呢 皇宫里面虽然宫女众多 但他们基本都是伺候各宫的娘娘、宾妃 但是皇上和宫女之间基本不会产生什么交集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制度呢 难道不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难道不是异性相惜吗 皇帝难道不喜欢美女吗 为什么要用太监来伺候自己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其中的原因 先了解一下太监这个概念 太监的前身是宦官 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成型 不过早期的宦官呢 他的身体是完整的 他的小弟弟是在的 他们相当于宫里的管家 管理一切宫廷大小事务 算是一种官衔吧 直到东汉以后 如果你想做宦官的话 才必须预入此宫必先自宫 他们就成为阉人 就要割掉小弟弟了 慢慢的发展演化到了清朝 就变成了宫里的男性奴仆 统统都称之为太监 为什么皇帝不用宫女伺候 而要让太监上呢 有以下这么三个原因 原因一 生活需要 很早之前 宫里的各种琐事 确实都是宫女来做的 他们是全职的服务人员 但是随着皇室的不断壮大 皇室成员的逐渐增多 那宫里的事情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繁琐越来越复杂 这宫女搞不定 我就举个例子吧 皇帝或者说太后 她要去花园里走一走 她不像咱们老百姓说去就去了 她要准备一个庞大的队伍 有人抬轿子 有人拿裸伞 有人端椅子 有人拿衣服 有人捧着茶水点心 还有人呢端着便盆的 这种戾气活 怎么可能交给宫女呢 他们的力气也不够啊 比如抬个轿子 胳膊疲劳了 不小心手滑 你把皇帝摔倒了怎么办 还有宫里需要修个什么东西啊 然后包括说是什么 房屋需要修缮一下 瓦片需要剪个漏啊 各宫 妃嫔呢需要搬一下家呀 或者添点大件家具啊 这都需要出力气的人 这些都要交给太监去办的 虽然他们被淹了 但是他们的力气 跟普通男性还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政治原因 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女人 而是皇权 而所有的人和物 都要围绕着巩固 他的皇权来设定 太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就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 从秦汉以来 皇权在外戚 以及功臣全臣的包围下 变得非常脆弱了 到了东汉时期 皇帝的年龄越来越小 这种情况也越来越明显 尤其小皇帝登基 基本都是花瓶 他们没有实权 要不就是太后垂帘听政 要不然就是由辅政大臣 去辅佐他们 把持着朝中大权 但是随着小皇帝逐渐成长 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之后 他们肯定不甘心于 自己只做一个傀儡 势必要想办法 把皇权夺回到自己手中 夺权本就是一件风险 很大的事情 皇上需要跟最亲近的人 去合谋这件事 他肯定信不过兄弟姐妹 因为兄弟姐妹还要跟他斗呢 他只能选择贴身太监 不可能去选择宫女 你想想这种政治斗争 宫女的脑子够用吧 所以在很多王朝 皇帝跟太监 是一种合作关系 是一种合谋关系 皇帝忠心耿耿 想皇帝之所想 急皇帝之所急 为主子排忧解难 皇帝在升宫当中 不知道做不了的事情 都会交于太监去完成 此外因为太监他没有耕 所以他就没有后人 就没有亲近的人 既然无后 也就没有家人可以去依靠 那他只能依附于皇上 太监依靠皇上 皇上信任太监 久而久之 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密不可分了 那么第三个原因 就是精神需求 皇帝选太监去伺候自己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们可以思想交流 皇帝跟太监在一起 可聊的话题非常多 太监会开阔皇帝的事宜 但是宫女没有这个能力和见识 皇帝的很多心理话 也不能去跟他们表达 很多特别有名的太监 都有天桥说书先生的本事 比如说唐代的高丽世 比如说清代的李连英 这些人可以说是百事通万精油 什么都知道 啥事都明白 可以把民间市井的故事传说 活灵活现的带到皇帝的耳朵里 这些精神食量让皇帝更加着迷了 如果说妃嫔让皇帝身体放松的话 那么太监在皇帝身边 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和按摩 皇帝的贴身太监 更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 是心理医生 皇帝会跟他们说一些难言之隐 或者自己的私事 这样的事是绝对不能跟大臣去说的 因为大臣跟皇帝之间 是要保持一种威严感 君臣关系是很严肃的 都是不苟言笑的 否则就僭越了 而大臣更巴不得离皇帝远一点 因为半君如半虎 弄不好说错点什么 做错点什么 就要掉脑袋 而太监他们会治愈皇帝 所以皇帝甚至可能把太监 当做自己的朋友 这也是他们在宫中唯一的朋友 好以上就是 为什么古代的皇帝 要让太监伺候自己 而绝不用宫女伺候自己的三个原因 你们了解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泡泡 感谢收看 拜拜